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如果一只鸡的生存环境差 压力就会变大 它对细菌和疾病的抵抗力就会变弱 更容易染上沙门氏菌 所以日本鸡的生活环境非常优越 鸡设施一个个小房间连起来的长屋 鸡饲料严格按照饲料安全法的要求进行生产 从饲料开始保证了鸡蛋的安全性 日本针对鸡蛋的生产有一套成熟完备的体系 整个生产过程层层把关 筛掉不符合规格要求或者卫生标准的蛋 所有的蛋必须经鸡皮中心筛选评级后才能运送去包装 生产出来的鸡蛋 蛋壳上会印上爽味期限和取卵日期 甚至是农场序列号 这个序号代表着一旦时刻吃了这个鸡蛋发生什么问题 可以通过该序号追溯到是哪个农场的哪只鸡下的蛋 可见不是日本人心大 是这样生产出来的鸡蛋生吃 当然没问题啦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对于本期话题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评论哦